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我们今天特别透过选拔的方式选出了70位 去年我们在北洋的时候50位 市长觉得这么多的志工才50位太少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增加到70位 那么一方面是肯定这些志工 对我们学校守护孩子的安全 所做的付出的奉献的一种肯定 那么由这样的一种方式 我们事实上也可以看得到 那么对于学生的家庭安全 我们非常的重视 所以我们今年再度荣获全国 那么我们安全教育的第一名 也就是说金安奖的部分 我们已经连续得到七年吧 我想这样的一种荣耀 我想都要归属于这些志工 无怨无悔的一个付出 那么相对另外我们也有说学校 那么像新庄也荣获团体的第一名 另外有两个学校 分别国中跟国小的第三名 那么通常这样的荣耀 背后就是有很多默默的奉献者 那么这些志工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位 今天特别接受表扬的 所谓84岁的这个村美 那么阿嬷 自然她也是我们学校老师退休的 那么服务志工有将近30年的时间 另外我们有许多多都是70岁以上 服务都在10年到20年甚至有30年的 时速的部分有将近4700个小时 相当的不容易 所以我想我们社会上有很多很多的家长也好 那么事实上都一起在关心我们学校 我们一直在强调 学校教育绝对不会只靠我们学校教育人人 所以很高兴也欢迎有更多的热心者 能够投入志工的行列 我们也知道有志工这样的一个制度 我们的孩子也无情当中获得了一些感动 那我们高雄市也把服务志工人 纳为社员国家的重要的采集项目 就是希望我们的孩子从小 向这些伟大的志工人来学习 我想我们社会有更多人的付出 才是一个享和的一个社会 所以高雄市就会是一个幸福的一个城市 所以非常的高兴 有这样的表扬的大会也谢谢他们 我们下期见